大家好,我是小博 今天继续为大家讲解 抓微波境界MyBetis框架 在上一节课呢 我们看到了在MyBetis映射文件当中 如何进行它的一个编写 来完成数据库的CURD的操作 那这节课呢 我们主要是对上一节课的一些内容 做一些补充 首先第一点呢 我们先看一下上一节课 我们的一个新增删除跟修改的操作 它有一个Commit的动作 我们讲是进行一个事物的提交 那对于这个事物的回滚呢 我们并没有看到 这个和JDBC底层 它其实是一样的概念 就是说一个事物 它如果在其中任何一步 有异常出现的话呢 它整个事物的提交是会回滚回去的 那我们这边呢 做一个例子来看一下 跟前面这个 我们上次一开始讲的JDBC的操作 例子是一样的 先插入一个Student 再插入一个Operation的表 那这里呢 我们就需要有一个 新的一个Operation的一个Map 我们来建一下 你有一个Interface OperationMap 然后呢 它这里就需要一个Insert的一个方法 InsertOper 它会传一个什么参数呢 当然就需要一个我们一个Oper的对象 这时候没有 所以我们还是要建一下 有一个Bin 这也是熟悉我们上节课讲的一个内容 对吧 Oper Oper 一样 一个Bin对象 那这个Bin对象的我们的这个属性呢 要和我们这个数据库的属性啊 应该是一样的 ID OperationType 跟OperationData 我们把它卡过来 这里呢 我们把这个刚刚建好这把PrintData 做一个参数传过来 应用它 然后在我们这个配置文件里呢 我们把这个方法加进去 其实比较好的方法 我们再建一个Oper的Map出来 我们保证一个一张表对应一个Map 是比较好的一种操作方式 我们把它卡过来 改一下 它只需要有一个 它这边只有一个Insert的方法 有三了 嗯 那当然我们上面的这个Map 就不对了 应该只向这个Map 这Insert的方法 对应的应该Key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方法名 Parameter呢 这时候我们就 因为我们没有设别名对吗 所以我们需要把它的这个全名 用进来 点 Oper啊 这Insert的语句呢 其实我们就用造型写好了 把它卡过来 那这边两个问号 我们用我们的属性来替代 它前面这个ID是自帧的 对MySQL MySQL来说这个自帧属性 我们是不需要去手动操作添加的 Map 嗯 MotionData OK 在这里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调用它了 嗯 当我们Insert Sutent对象之后呢 我们再InsertOperationData 在这 把这个注释打开 把这个注释 关掉 OK Insert了Sutent之后呢 我们再Insert一个Operation 同样 也是New一个 Insert Set它的OperationType Insert Oper.set Data 我们就用这个Data OK 我们来试一下这两条语句的Insert 不行 哦 sorry 这个Map没有调用 为什么打印出一句话 Insert 哦 不对了 这个Map呢 我们要再获取一下 对吧 StudentMap 我们只在拿一个OperationMap OperationMap Session.GitMap OperationMap的一个class 让它用这个OperationMap Insert Oper OK 再跑一遍 哦 这条语句刚刚已经插进去了 我们再换一个组件 OK 我来查一下数据库 嗯 我记一下 Table Dedent27 我们看一下有没有 OK 27被插进去了 Operation呢 Insert也插进去了 好 那这时候呢 我们来做它一个事务的回滚操作 我们呢 故意把这个第二条语句的Insert 就让它出错 我们把这个日期改成13 这样的话呢 这里是必然会爆错对吧 就是日期是错的 然后我们在这儿把这个 因为我们伤心程序会走到这Rowback这儿来 我们在这儿把它的Exception 打出来 异常对战信息呢 给打出来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再执行一下 呃 等一下 我们要把这个组件 也换掉 不然会先爆组件充足的隐藏 这样我们就看不到实验结果 OK 跑了一下 执行到第二 第一条语句 你看这个日子已经打出来了 那这二条执行第二个影射的时候出错 那我们看这个影射的是不是 是跟我们期望一样 是应该是会回滚回来 打不出来 那插不进去的 我们看一下数据库 OK 28是没有插进去 对吧 说明它虽然 自信的影射 但是 最后还是Rowback回去了 所以我们这个异常配置的数啊 在Mobilis里面 大家的了解就是这样使用的 那下面呢 我们看下面一个东西啊 就是这边列出来一个景和这个 DLS符号的一个区别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在我们这个配置文件里啊 我们看一下 我们这个Mapping文件 这里我们都是用的一个景号符来替代 来来来做这个变量的一个替代 那其实呢 这个Mobilis啊 它还支持一种叫 DLS符号的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替换符 那我们下面呢 就来实验一下 那我们呢 用另外一个Map 比较简单 来做这个实验 用这个Operation这个Map 我们把这个替换符换成DLS 然后呢 我们再跑到我们这个 这个 环数路口之后 我们执行一下这个Operation的Insert 语捷 上面的注视点 那下面这个日期我们要把它放回来 这时候我们执行一下 有一场跑出来了 虽然有一场跑出来 但是我们看注意这一点啊 这句话 执行的SQL 我们有没有发现和以前有一些差别 就是说 以前的那个代码 我们打出来Log 照的是问号 而现在我们用DLS替换符之后呢 Moss把我们这个参数啊 都打了进来 然后呢 他说这个 这句话 SQL语法错了 那其实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我们如果用DLS符号来 来做这个参数的替换符的时候呢 他其实对应JDBC里面啊 他就不是用这个PrepareStatement 把这个参数设置进去的 他其实呢是用那种 JDBC里面的Statement 用过用那种 字乎串拼接的方式 把这个SQL语句给拼接出来 对应我们这个原代码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其实他的这个Statement啊 呃 就是我们 Mobitus封装这个Statement的时候 其实 有两种 看一下他的包 这 Statement 这里有一个 Statement Handler 和一个PrepareStatement Handler 这两个 其实他对应的就是 我们JDBC底层 一个用PrepareStatement 封装参数 还有一个用Statement 封装参数 其实在原来我们看那个 他执行流程的过程中 其实我们是跑到了 这个里面去的 但是没有注意到 因为我们那个时候 用的方式其实是 PrepareStatement的方式 用简化符号来替换 那对于JDBC底层来讲的话 如果是用PrepareStatement 那就是一个 预参数的方式 设置进去 用Statement 就是 这个拼接的方式 那大家知道为什么 要提这个东西呢 其实这个在商业项目中 很关键 我们尽量都要用 这个PrepareStatement 去做处理 如果用Statement 这种拼接SQL参数 去做的话呢 很容易被 很容易在你的程序中 造成一种 SQL注入的漏洞 那SQL注入的漏洞 是什么呢 这个我就 大家去网上查一下 应该都明白什么意思 就是利用一些拼接 直播串 对这个SQL语句 进行攻击 那为什么MyBetix 还是要提供这种方式呢 因为在我们的这个 真正的商业项目当中 有的时候 一些查询 符合查询 不得不用到这种 SQL的 拼接方式 来做处理 那这其实是非常灵活的 一种方式 比如说我们在执行 那些模糊查询的时候 用到那个like 百分号 这时候呢 就需要灵活的 使用这个SQL拼接的方式 来做这个查询 当然大家在用到 这种方式的时候呢 要特别小心 防止SQL注入攻击 我们讲这个 锦号德拉斯区别呢 也是要让大家 理解它 根据 根据不同的情况呢 灵活的运用它 再回到这个例子上来看呢 就很清楚的 发现这个异常的什么 因为它把SQL 给拼接上去 这两个只是 拼接是一个字不算 进去了 那当然这个SQL语法就错了 那具体这个例子 要怎么改 我就不给大家演示了 大家课后 自己想办法把它改起来 用这个SQL拼接的方式 再把它完成 那最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字段别人的处理 那为什么讲这个东西呢 就是说 我们现在做的例子啊 我们让这个数据库 的字段名 和我们刚好属性的这个 设置的这个属性啊 在这个并对向里设置的属性啊 都是一致的 那其实在真的上一项目当中呢 这个不太可能是完全一致的 需要一个转换 那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处理呢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以前写的这个studentMap 我们首先把这个先不用这个resultMap来处理 我们把它换成我们原来写的resultType 至于说这个是什么 我我们那个在下一堂课啊 会讲这里的区别 这个呢就直接指向studentMap 指向这个type 我们就不需要来 我们就不需要再用到这个Map 这个Map暂时是不需要 我们一开始的例子就是这样的 我们把这个Map 把这个student查询打开 把其他的关掉 这里不需要 我们来跑一下 就是没问题的 可以查询出来 对吧 那如果说当属性名和制造名不一致的情况会怎么样呢 我们把这个对象啊 把这个bossdev把它换掉 换成brt 重新给它生成get set的方法 把这个删掉 我们再来跑一下 嗯,没错 这里我们就只能用get brt了 我来跑一下 这边有nonpoint就藏出来了 比如说这个属性其实对应不到了 那对应不到的情况下 我们在mapping文件里怎么处理呢 这时候啊 我们其实很简单 我们是利用这个sql本身自己的特性啊 这里就不能用信号了 当然我们其实建议啊 在真正的商业项目中我们都不能使用这个信号来做处理 这个id 要是再见的 其实怎么处理这个别名呢 我们其实利用数据库的特性啊 来做这个转换 我们可以用sbrt 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用它进行处理 我们再跑一下 你看 预计正常之行 生日打出来了 那这其实呢 是使用mobilis的一个技巧 实际在开发的当中 我们除了掌握一个框架的使用啊 在真正硬当中呢 其实还有很多灵活的技巧需要掌握 这个技巧呢 我给大家提一下 因为实在是经常会被使用到 那今天这堂课呢 我们就先讲了这 同学们课后啊 把今天上课的例子啊 自己再挑一遍 下节课呢 我们会讲它的参数 跟返回机的映射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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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